男怕柿子,女怕梨,母猪害怕西瓜皮 女孩一定要防三夫,姨父,姑父,亲姐夫 男人不三女不四,五时虚来六时促 任何时候都不要撕破脸 任何矛盾出现的时候 永远不要做那个掀翻桌子的人 江湖路远,总会再见 对讨厌的人露出笑容 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恶心 眼光毒,胆子大,脑子活,嘴巴甜 脸皮厚,手段狠,心肠硬,城府深 这样的人不成功都难 不要跟任何人分享你的财务状况 你父会招人嫉妒,你穷又招人鄙视 谨记,财不外露,否则倒霉呀 别人问你一句你回十句的毛病一定要改 别人一对你好,你就掏心掏肺的毛病 也得改 真正要做的事,记得连神明都不要讲 安静的去做,事以密城,言以泄拜 结了婚的男人真的很脏吗 最近我刷到了一些视频 有很多的女人都在吐槽自己的老公很脏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了 这不就是污蔑男人吗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第一条说呢,就是男人洗澡啊 擦脸上擦屁股上用的是同一条毛巾 那我就想问问你,他是同时擦的吗 难道你在洗澡的时候要用好几条毛巾吗 有擦手的,有擦脸的,有擦屁股的,还有擦脚的吗 如果男人他要是和女人一样细致的话 那他娶老婆干嘛呢 还有的说呀,自己老公睡的床单啊 不干净,和你的不是一个伞儿 但是呢,你就说他本来就是雄性 他的汗液就是比较发达,体脂不同 脏了的话呀,你换洗一下就可以了 哪来的那么多抱怨呢 你早晨起来蓬头勾面的时候 你老公也从来没嫌弃过你啊 冬天怕冷的时候,你往他被窝里钻的时候 你咋不嫌弃他脏呢 还有的说呀,男人不洗臭袜子 洗澡的时候啊,不换内裤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准备好 你一方面要求他事业有成能挣钱 一方面呢,又要求他细致入微 能把自己收拾好 那我问你,他要你是干啥的 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养家 家里的大事小情啊,就是你分内的职务 你每天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 那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男人也收拾的干净利索呢 况且呀,这和脏不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男人们,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觉得我说的对的啊,必须点个赞 结婚两年了 你这肚子怎么没动静啊 你是不是不能生啊 我能生 我跟前男友在一起,我就怀过 是你不能生吧 那我更不可能了 我前女友给我怀过两次了 我能确保怀的是我自己的 你前女友 怀的可不一定是你的 你先别去睡,你说清楚 哈哈哈哈 媳妇,咱家谁老大,谁老二 我老大,你老二啊 谁爸爸,谁儿子 我爸爸,你儿子 你什么学历 本科 那我考你个数学题 好,你考吧 咱们李经理二十年前二十岁 请问,二十年后他多少岁 还用说吗 四十岁啊 哎,野鸡大学害死人啊 哈哈哈哈 装水的叫水桶 装酒的叫酒桶 那装垃圾的叫垃圾桶 老铁妈,你看我这样的 叫什么桶呢 说,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当然是你的 你竟然怀疑我 哼,昨天我爸到医院做检查 医生说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不孕不孕 有人 生下来已经很疼了 你就不要在乎孩子是谁的了 好吗 还有 你应该回家现在的你爸 你是哪来的 你是哪来的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姐夫啊 你说中国有两个经 一个南经,一个北经 你要再说自己的经的话 我就嫁给你 这,这也太难了吧 也不难嘛 啥呀 不知道 你跟老婆正经的 整天就想老牛吃嫩草 老牛牙口不好 再不吃点嫩草 你想饿死他呀 我不管你了 干嘛干嘛去 去,玩去 哎,你今天去医院 医生咋说的呀 医生说我肝不太好 那把酒戒了吧 那不让喝酒 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啊 那不是为了你身体好吗 行行,戒戒戒 听话 那还说啥了 还说我肺不太好 那又把烟戒了吧 那不让喝酒 还不让抽烟 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 那不是对你身体好吗 啊 行行,戒戒戒 行,那还说啥了 还说我肾不太好 不建议同房 哪个医生说的 不能信他了啊 咱都不能听他了 谁呀 老板 是不是你叫的上门暖床服务啊 我是给你暖被窝的 那你进来吧 你就暖一次多少钱了 我暖一次多少钱是吧 这两天也是忽然的降温 我们呢也是特别的忙 之前都是一百块钱一次 现在啊涨价了 两百块钱暖一个小时 那这样吧 我先暖两个小时 这么快也行不行 你看怎么样 两个小时三百块啊 这美女真的不行 我们这个行业也是有规定的 我们做这个也不容易啊 每一年四季 我们就靠这几天赚钱了 美女你体谅一下 哎对了 你可以冲一下会员呢 这会员是怎么算的 这会员就比较优惠了 你比如冲一下会员 暖十次 我们可以给你啊 赠送一次 你看这样的行不行 现在天也冷了 暖被窝的身份也多了 那好吧 那办个VIP吧 对啊 弄个VIP的情况下 可以赠送你一次 给你的优惠也是一样的 对了 美女 那你是单人暖 还是说双人暖 这样子还可以选择的 对啊 那你比如说你单人暖的话 那你就要出来一下 我给你把被窝暖两个小时 然后暖热了啊 然后你再进去 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 如果你是双人暖的话 那比如说你也躺在那里 我也躺在那里面 那你肯定挨着我的话